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时之间 网友们的评论铺天盖地 最终黄灵因为他这一项特长被四川大学勿去了 只可惜怪才总是充满争议的 2011年四川大学反聘的某个老牌教授突然向学校请求辞职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教这个学生 原因是这个学生太喜欢吹牛 总是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 但其实也只认识几百个古文字而已 对于这样的结果您又是怎么看的呢